近日 何超瓊肝女兒曾超儀 在個人社交帳號上分享了一張照片 並配文稱倫敦地鐵體驗 何超瓊最近與肝女兒一家到英國出遊 曝光的近照中 眾人一起西地鐵 身邊沒有帶保鏢非常低調 打扮都很破素 與一般路人無疑 此見何超瓊穿著淺色外套和黑色長褲現身 身上掛著黑色小包 頭戴帽子和墨鏡 臉上橫帶著大大的口罩 衣著狠視接地氣 已60歲的她 歲月在臉上留下了一些痕跡 但不算太明顯 身材亦比之前瘦了不少 棄質型出眾 何超瓊身旁的兩個女孩便是曾超儀的女兒 也就是何超瓊的肝愛孫女 她僅氣著其中一個愛孫女 樣子磁場 畫面溫馨有愛 何超瓊是賭王家族現任獎台人 年初的香港福報師排行榜上 她以264億的身家 排在22位 名副其實的億萬富豪 相較於輝煌的事業 她的感情生活很是坎坷 多段戀情都失敗收場 與許晉鏗結婚當年 一直沒有生下一兒伴侶 雖然感情不信 但何超瓊並不缺乏親情的滋潤 她與陳文豪是青梅竹馬 年齡相訪的兩人 小時候是鄰居 長大後繼續來往 相識當年感情非常好 她後來還跟陳文豪的女兒門宴乾顫 三個乾女兒中 她跟曾超兒走得最近 隔三叉午 就去對方家旅聚會 享受天倫之樂 晉節期間 何超瓊跟曾超兒一家去了日本旅遊 大家一起吃滋事 火鍋一起滑雪 玩得不亦樂乎 上個月 曾超兒過生日 她特意放下繁忙的工作 陪著乾女兒慶祝 不知道是不是經常見面的關係 兩個毫無血緣關係的人 感覺越來越醜了 本月五日 陳文豪過生日兼其小兒子滿月宴 何超瓊也有出席慶祝活動 並與對方一家人合影 跟曾家人並排二三的他 完全融入到這個家裡 一點違和感都沒有 陳文豪跟何超瓊視細膠 兩個人可以說是門當戶對 陳文豪的父親去世後 給他留下了百億財產 沒有了金錢的煩惱 陳文豪的生活 自然是相當的悠閒 雖然今年已經62歲了 但是保養的確很好 從外表上看去 就像五十多歲一樣 當天生日燃 他打扮的相當隨性 白色的襯衫令口藏開 下擺也沒有塞進西裝腹中 主打的袖子書式 外搭的藍色正見西裝 周圍他增添了幾份原雅感 站在人群中 非常的吸正 雖然陳文豪是壽星 不過當天生日派對上最大的焦點 卻是他懷裡抱著的兒子 老來得子的他 自從兒子出生 就一直笑得合不弄嘴 就算自己過大壽 都要將兒子抱出來顯擺 小朋友也非常乖巧 全情不哭不鬧 長得非常精神 眉眼堅還能看出媽媽的影子 陳文豪對兒子也是非常寵愛 普娃姿勢一看就恨專業 讓不少網友紛紛調侃 又是一個頭胎小能手 其實陳文豪的孩子並不笑 跟前妻生了三個女兒 其中曾超兒更是應給了青梅河超禽 當肝女兒 現任妻子比他小二十多歲 長得非常漂亮 往事香港小姐 之前為他生下了一個女兒 如今又生下兒子 終於讓他實現了兒女相傳的夢想 難怪會這麼興奮 不過讓不少網友驚訝的是 當天生日派對上 就連高滿月不救的兒子都被抱出來見人 但是小嬌妻卻沒有良相 反倒是身旁的何超禽 看上去更像女主人 更乾女兒曾超兒一起合影的時候 明明她的年齡更大 甚至人還在鏡頭更前面一息 但是她的臉卻比曾超兒少了一圈 真的是天生明星臉啊 何超禽自從跟她進亨離婚之後 就一直保持單身 如今年過六十 室下也沒有一兒伴侶 不知道 在生日會上 看著年齡相近的竹馬兒女成群 心裡會不會也有一些折磨咧 雖然她沒有生兒獄女 但每年的母親節她都不孤單折磨 因為曾超兒一定會陪她過 何超禽管理處龐大的公司 卻隔三叉五斤曾超兒一家聚會 她見曾超兒一家的次數 估計比見以防其他家人還多 看得出來彼此感情真的很好 像真正的親人一樣 最近她也是迎來了自己愛情的第二春 這筆有媒體和行銷號曝光了何超禽和她睡棄 如雅的新男友鄭兆康的合照 此見何超禽和鄭兆康兩人在街頭填抹牽手 鄭兆康還親吻了何超禽的臉甲 兩人看上去十分幸福 更溫暖的是 在鄭兆康生日當天 何超禽還貼心為媒體口中的新男友 準備了一個驚喜派對 她送出一塊價格約為8萬3500港幣的 努力士藍款手錶 何超禽這個在媒體和行銷號口中的 新男友的身份 很快被媒體和網友爬出 天下第一關鄭兆康 坊間有消息稱 香港娛樂圈80%的公關都是由她做的 她不僅是陳奕迅老婆徐浩營的經紀人 同時也是賭王家族多年以來一直在用的御用公關 鄭兆康與賭王家族其他成員 包括何超儀、四太良安琪也都關係交好 劉嘉玲、汪明傳也都是她的好朋友 參加各種香港娛樂圈的名流趴 幾乎就是鄭兆康的日常 胡亨宜、黃志民等TV被女明星出現在鄭兆康的合影裡 也幾乎是不怎麼化妝的 女明星們在鄭兆康的面前 狀態都非常放鬆 但有消息稱鄭兆康還有另一層身份 那就是她還是何超儀前任男友陳伯強的表態 當年何超儀與陳伯強的愛情讓無數人欺虛不義 那是一段有達以上戀人未滿的娛樂圈佳話 此後多年也成了娛樂圈相愛的人 最終不能雙手的遺憾案例的代表之一 作為賭王何鴻新的千金 何超儀從小就被父親寄予了考望 而何超儀也沒有讓父母失望 她從小就樣樣白瞻 成績好 上茅街 咸養超凡 反觀陳伯強這 她21歲出道 立刻紅遍香港地區 引起了全港少女的喜愛 其中自然也包括了何超儀 為了能見到陳伯強 何超儀想盡辦法 走朋友幫忙 得知陳伯強要去參加一場聚會 何超儀也立刻趕過去 兩人因此結識 這才有了後來愛情的荡氣回場 彼時 他們可視19歲的何超儀 23歲的陳伯強 兩個花貴少男少女 很快摩擦出了愛情的火花 1988年 陳伯強舉辦30歲生日宴會 他特意把全場追逐目的女主人的座位 留給了何超儀 兩人再再一起 真是配得上一句天造地設 隨便一靜截圖 都是愛的風景 偶像劇的現實版本 但很快 這段令人厭倩的感情走到了結尾 身家數百億的賭王何鴻生 自然是不同意女兒和陳伯強繼續發展下去 當年 何超儀是賭王家族接班人的最佳人選之一 他的婚姻另一半的選擇必須對家族有利 與陳伯強分開後 何超儀聽從了父親何鴻生的安排 加級了香港船王之孫許晉鏗如今 他是李嘉欣的老公 在何超儀 許晉鏗結婚的第二年 陳伯強宣布退出娛樂圈 之後的陳伯強一蹶不振 誇上了抑鬱症 每天都要吃藥才能入睡 1992年5月18日 陳伯強因已走送服安眠藥 而陷入昏迷 被送往醫院救治 在醫院昏迷了17個月後 陳伯強因逐漸性腦衰結而去世 終年35歲 得知此惡號 何超儀不顧香港已婚女性不得扶寧的舊族 也不顧父親何鴻生和老公許晉鏗的反對 不在乎外界媒體對他報導的非議 他堅持公開為陳伯強扶寧送別 畢竟 這是何超儀唯一能為他做的一件事了 為陳伯強扶寧後 何超儀就與許晉鏗分居了 之後兩人離婚 再後來 許晉鏗就與女明星李嘉欣結了婚 但是何超儀與許晉鏗離婚 並不僅僅是為了陳伯強 而是許晉鏗婚前就是個花花公子 與女明星劉嘉玲 陳發儒都有過交集 婚口仍不改本性 許晉鏗的審美很專一 就是惠愛女明星 他交往的第一個女明星 是光出道時的劉嘉玲 但被家女彭大鸛鸦 兩人分手之後 許晉鏗又交往了多名女星 也都因為父母的原因 都不能走到最後 和何超儀的原因 許晉鏗也不是很滿意 婚後 兩人在公眾面前 總是一副貌合神離的樣子 他還不顧何家的臉面 總是搞一些花邊新聞出來 之後 許晉鏗遇上了最美港者李嘉欣 再與何超儀離婚8年後 取了李嘉欣 一段戀情和一段婚姻 即是何超儀帶來了傷痛 如今陳伯強去世 已經有30多年了 而何超儀無兒無女 一直單身到現在 中間甚至一度完全出過 有同姓女友的移魂 這一次何超儀又再次被報道有了戀愛動向 這對方還疑似是陳伯強的侄子鄭紹康 有消息稱 兩人相識30餘年 從好有發展成戀人 他們在社交平台上 親密地互稱對方 大者、小弟 但我們反覆查走求證資料之後發現 說鄭紹康是何超儀的新男友 這基本就是一側烏龍事件 這不說鄭紹康是否與陳伯強有哪層親戚關係 但說他的公關公司 服務了賭王家族和娛樂圈 其他明星者多年 他也配得上 在自己的生日現場 由何超儀親自送出生日禮物的待遇 在劉亂紅、甘比的豪門家族公關資訊背後 也有鄭紹康和他公司忙碌的身影 由此可見二人並非戀人的關係 更像是關係很好有合作多年的 有默契的小夥伴 所以說 我們不能因為何超儀亡不調的陳伯強 就把與陳伯強而始有親戚關係的鄭紹康 看成是何超儀的新男友 吃瓜群眾們樸素的願望 是美好而幼偶像劇小說般浪漫的 現實可能卻是 新廉甲的不一定是男女朋友 也可以是好姐妹